現在時間是凌晨的1點35分了 我們看到太陽花退場 但是大長花依舊加碼演出 在立法院周邊的最新情形 連線主播陳燕穎 好 帶你來關心的是 在立法院這邊的最新狀況 可以看到在立院正門口的大長花論壇 現在已經到了晚上都要1點半了 還是持續的開獎 而且現場是婚宿不拘大名大放箱 說什麼都可以 國媽在台上同樣是可以說出口的 而在現場除了說還有這上百名的民眾 都在這邊聚集來聆聽大堂花的論壇之外 其實在現場還是有相當相當多的警力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在現場的警力 還是滿滿的部署在立院的周遭 特別是在立法院的大門口 以及兩邊的濟南路還有青島東路這邊 都還是有很多的警察在這邊持續的駐守 今天警方可以說不敢大意 因為他們就擔心這好不容易清出的立法院 又會有人突然群起工知 因此可以看到他們今天是頭戴著頭盔 手拿盾牌 木棍也都戴在身上就怕有個萬一 那麼目前在濟南路這邊 除了說在濟南路跟中山南路交界口這邊 持續有長長的人牆之外 這警方其實今天可以說是非常的用心 因為今天在晚會一結束 現場物資其實已經都集結到了濟南路口這邊 而反服貌的主辦單位 他們已經先把物資給集結了 警方其實早先就已經派有了過車來到現場 因為他們希望在今天除了說反服貌的民眾 退出議場之外 特別特別是在現場的這個濟南路這邊 希望可以一次把在反服貌所有的供給的物資 全部都撤離 因為他們希望說能夠在今天一早就把這濟南路 給清空讓這邊恢復通車 也因此警方今天除了有派這個警員來到現場來維持秩序之外 還特別派了一個分隊來這邊 他們出動了14個車次 這小貨車來幫忙這些學生 還有這些反服貌的群眾來載運物資 原本警方其實他們是打算把這個物資載到內湖這邊來存放的 這邊有個倉庫 但是後來和現場的學生以及反服貌的主辦單位協調之後 他們是表示說不如就把這些物資通通載到了這陽明山的長老教會 因此在現場其實可以看到這警方不但幫忙抬物資 而且還和學生來分工合作 已經合理的把這濟南路上的所有物資現在都撤離了 目前有這環保局的人員還有志工在現場是協助在街道清理的作業 那麼等一下在這邊也已經有三四臺的垃圾車在這邊待命了 他們表示說一旦把這個濟南路這邊的相關物資 以及相關的這個街道恢復它的街道的市容之後 他們就會把濟南路跟中山南路口的這個警察的人牆給撤掉 也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能夠在今天一清早的時候 就把濟南路的這個車道的車權還給市民 不過再要來看到是在立法院門口這個地方 因為目前在中山南路這裡其實還是聚集著大批的民眾 也因此警方是特別強調說了他們是希望說這個大長話論壇 在今天也就是說早上上班時間之前 能夠把這兩個慢車道就還給市民不要去影響到上下班的交通 至於今天可以說是回回了24天 立法委員可以再次的回到議場來開會 星期五還是大院會 也因此今天這立法委員要怎麼上班呢 在剛剛我們獲得的相關的情資是表示說 這個立法委員很有可能會走青島東路這邊的通道 因為在濟南路還有正門口這邊 他們可能都還是會先行封閉的 希望在今天所有的立法委員都能夠正常的進到議場裡頭開會 那麼目前就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稍後如果有更多的內容 我們將隨時為您插播把現場交還捧內 好現場已經在青垃圾整理當中了 同時大長話論壇還有上百人不散 他們開講開罵氣氛很熱烈 不過警方也是持續戒備中 稍後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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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回來